不过我们知道这整个搜救工作其实非常的困难 这边落石不断 像在昨天又传出了有一名搜救队员不小心被落石给砸伤 这是台北市消防队员博承颖 他在进行垂降的时候 结果被一颗30公分大的落石击中 造成了他左脚两处撕裂伤 还好没有骨折 到灾区就灾自己却受伤坐轮椅 24岁的台北市消防局信一芬 对队员博承颖有点难为情 第一时间不愿意出面受访 但媒体关切电话不断 最后他才出面 锤匠时那个有草丛挡住 然后落石掉落的时候 因为草丛挡住视线不清楚 所以才没有注意到 博承颖用手比出落石的大小 足足有30公分这么大 星期天早上他是在苏花公路 114.5公里处 被滚下的落石砸伤了左小腿和左脚背 左脚肿起来有两道很深的撕裂伤 那应该是伤口有一些的土壤的污染 那照一次光看起来 骨头没有骨折 医师指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伤口感染 搜救行动进行到了第11天 有两名搜救队员遭到落石砸伤 其中台北县的消防猛男周佑静 脚趾头恐怕还得截止 搜救队员冒着生命搜救 他们的努力应该获得大众的肯定 驻民递 完成的 上目的